今天我们做一个葱味火烧饼 不需要发酵时间 做法简单快速 可以用烤箱烤 也可以用平底锅来煎 准备面粉300克 放入盐2克 酵母3-4克 放酵母但是我们不需要发酵时间的 再加入5克左右的白糖 加入200cc 40度左右的温水 其实温水只要是不烫熟就可以了 不烫熟它就不会把酵母烫死 搅拌好以后 再加入30克植物油 这个面团做出来是非常软的 但是因为放了油 所以说没有关系 放了油的话它不会粘手 很好操作 将它多揉一会儿 把油充分揉到面团里面 揉好以后 将它放在一边 放一会儿 接下来我们做一点油酥 油酥可以增加饼子的香味 同时会让饼子更酥脆 30克面粉 加入适量的花椒粉 再放一点胡椒粉 然后浇上30克滚烫的热油 将它充分搅拌 搅拌均匀 油酥就做好了 再切一点香葱备用 准备工作做好以后 将面团取出来 因为这个面团非常的软 直接将它推开就可以了 推开拉薄 尽量的将它弄薄一点 面饼摊开以后 我们给它抹上油酥 因为家里的刷子坏了 今天我就用这个代替 代替一下 然后给它撒上葱花 然后再给它撒上一点食盐 少撒一点 然后从一头将它卷起来 好 卷好以后 用刀将它切成8个 或者说是10个面剂 切好以后 将这个面团两边对折 然后再对折 将它封口 封好以后 放到一边 然后将做好的饼子 用手轻轻压饼 或者说是用擀面棍擀开 饼子做好以后 可以给它撒上一些芝麻 芝麻我这里用的是熟芝麻 生芝麻熟芝麻都可以 饼子做好以后 让它松弛一会儿 松弛10分钟左右 将烤箱230度提前预热 好 预热好以后 快速放入烤箱 然后 烤20分钟 这边用平底锅煎的 加入一点点食用油 然后将饼子放入 因为锅比较小 一次就只能放三个 来回翻面 防止烙糊 煎熟 然后出锅 我们在最后的几分钟 一定要观察 像这个颜色就烤好了 不一定非要烤到那个时间 最后的五分钟 一定要看它的颜色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一共烤了十七八分钟的样子吧 小方认为用平底锅煎的更好吃 也更方便 非常的蓬松 轩软 而且葱香味十足 这个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做 当然 用烤箱做有烤箱的好处 它做出来就是非常的酥香 非常的脆